我看这个协调性,再扫一下,是的,很快的防甩 后手拳赛道,接上一地扫踢,后手拳 12秒,上钩,后手,后手,扫踢,后手,顶膝,推倒了 大家好,老师从业中医难科30余年,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条理,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勃起无力,硬度差,中途疲软,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 纯中药,一人一方,治根治本,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五身壮阳,年时祝国,彻底告别,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574-993-200 好嘴了,要翻十字顾了,要翻十字顾了 我们拔,我们看有没有 拔出来了 拔出来了 到下一步一部分,小拔差者总 Solum 全阻力去到夺途都送着 在这个共同学习 lieber 加到全阳 因为来自一个小拔就是 再加je 捠斗 加纱 划 再深 这样 nah 这个 手臂 转身 过腿漂亮 这主要下面的安德烈没体能了 浮过 砸击了 我估计要砸击了 因为时间不够 螺角 时间不够 因为前两回合都是差距 绝对内围 想把奥那把下 要摔成功 反击的能力 保单腿逃出 苏康塔斯的 这个 右腿 右腿 我觉得是被踢到了 是的 把笑容的奥马力 折成了个弯弓 而且他现在是站着过腿 对方直接转X 我们看有没有机会 没成功 没成功 对于下位蝴蝶嫂的选择选手来说 基本上没有机会了 所以要换 换 转换 转换 做一个long step 长腿过了 而且 左手 我不知道是有没有脖颈 没有了 我感觉奥马力 这一回合的体能 掉的有点严重 是的 瞬间就能量条 感觉到掉没了 不过技术是真的很好 1分50秒 右腿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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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可能又要分歧了 再抱 翻过来 十字架 没成功 半防 两次试图站起来 但是站起来之后 马上就得挡住 是的 右腿没有办法站直 马上的右腿可能会 需要 可能赛后 需要手术了 我觉得 一般膝盖是比较迟钝的 如果在场上 就已经出现了 剧烈疼痛 或者不能自控的 这样一个情况 就比较严重的伤了 是的 只有十秒钟挺过去 脚踝吗 脚踝吗 脚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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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骨 我觉得看起来像脚踝 疼痛程度 他坚持了一分半到两分钟的时间 没错 非常好的一个拳手 我们看一下怎么产生的 被对方尬到了 就是颈骨踢过去的时候 对方用手骨的外刀骨去切了一下 这个有点像踢到对方膝盖上的那种感觉 脚踝的问题 双臂还要举起来 一致判定 这可能也是个人史上唯一的一次啊 胜者还躺在这救治 而且把两手举在中心 是的 恭喜逍遥卖力 还有采访 躺着接受采访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